原來電車已經服務了香港117年 今年它又出了一副行樑把大虎翁 在今日6月11日正式公開發售 我們馬上開箱看看裡面有什麼電車元素 一開箱就見到裡面有三份東西 分別是中英對照的說明書 它們沒有什麼特別的 以及送了這個香港電車的路線圖 基本上它副棋的設定跟普通的大虎翁是一樣的 只是在各個位置裡面加入了電車的元素 比較特別的是它還有這個綠色的袋子 讓你裝上一些棋子 收拾的時候就不會那麼亂了 它的棋盤地皮是用真實的電車站 電車總站和電車廠來命名的 遊戲起點是港島東區的泰安街 然後就會沿著西行線 一路走北角銅鑼灣金鐘等等的地方 普通大虎翁的火車就變成電車的四大總站 即是沙基灣總站 北角總站 跑馬地總站 和上環 即是西港城總站 至於兩間公共事業 就變成電車的兩間車廠 即是屈地街電車廠 和西灣可電車廠 講到這裡 大家又猜不猜到最貴的藍色地皮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中環商業區的 周比利街和北達街 至於這六款金色的棋子 分別就是四款特色電車 電車站和電車控制器 不過這四款電車 眨眼看其實它們都有點像樣子 所以如果欠玩的話 就要落足眼力分清楚 或者看看它們上面的數字 淺的顏色組合基本上都一樣 不過上面曾印了電車的標誌 上面那些罰的東西和物件都差不多 不過也叫做加了電車的元素 例如這張公益福利卡 就是在派對電車上慶祝你的生日 可以向每位玩家收10元 這張就是下雨時幫忙關車窗 可以拿20元 機會卡的情況都差不多 都是有一些事發生 然後就給錢拿錢 其實這副棋子就差不多是這樣 其實我個人都覺得它挺有心機 因為棋子每一架電車都做得挺漂亮 如果是熟悉電車的話 其實都可以從它們的棋子的樣子 分別它是哪一款電車 而且在棋盤中間都畫了港島區的地標 一些比較特別的站 都有一些特別的圖案設計 所以我覺得都算是挺有誠意的 所以如果你是電車迷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